盘点世界著名的城市广场 原类历史悠久,在漫长的人类文明中涌现出了无数个著名广场 有的以面积广大文明,有的以独特的设计,优美的环境吸引游客 有的则是承载了历史的痕迹,见证了一座城市,来自一个国家的重要时刻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游览世界上著名的七大广场 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广场 布鲁塞尔大广场位于比利时城市布鲁塞尔市中心 始建于12世纪,是欧洲最美的广场之一 广场地面用花纲石铺旧,简约的风格和鲜艳的图画 展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特质 还广场的建筑物多为中世纪所建的戈特式、文艺复兴式、路易十四式等建筑形式 其建筑风格各异,使人有宛如置身于中世纪之感 很长时间内,大广场一直是布鲁塞尔举行重要活动的地方 皇帝和国王在此祭祀 每隔两年的8月,市政府都要在大广场举行为期四天的鲜花地毯节 展出世界上较大的人造鲜花地毯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布鲁塞尔大广场作为文化遗产,内入世界遗产民路 意大利威利斯圣马克广场 圣马克广场是意大利水城威利斯的中心广场 在威利斯,圣马克广场是唯一被称为Piazza的广场 其他的广场无论大小皆被称为Campi 圣马克广场在欧洲城市的广场中是独一无二的 他坐落在市中心,却不像其他广场那样受到喧嚣交通工具的打扰 这归功于威利斯临近的水路交通 作为威利斯的地标,圣马克广场受到游客、摄影师和鸽子的格外亲耐 19世纪,法国皇帝拉破仑曾称赞其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客厅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 时代广场位于美国纽约,坐落于百晚会大街和第七街交会处 以每年新年前夜的降球活动而为名 这是一座极具现代化的大广场 作为弗洛德街剧院的中心 周边聚集了很多剧院、宾馆、餐厅 著名的百老会就坐落在这里 时代广场是美国的文化中心,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 墨西哥宪法广场 宪法广场位于历史名城墨西哥城的中心地带 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之一 巨大的墨西哥国旗出立于广场中心 这里每天都会举行浓重的升旗与降旗仪式 自阿斯特克时代开始 这里就是墨西哥人聚集地之一 许多重要的纪念活动都在这里举行 广场四周有众多墨西哥重要建筑 东侧坐落着16世纪阿斯特克皇帝 莫泰佐马尔氏所建的国家宫 北侧为拉丁美洲最大的天主教教堂 大主教堂 此外附近还有墨西哥最高法院 俄罗斯莫斯科红场 红场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 排在俄罗斯必有景区的第一位 著名的圣巴西尔大教堂 国家历史博物馆和克里姆林宫等 分布于广场周围 红场是莫斯科最古老的广场 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场所 也是俄罗斯重要节日举行群众聚会 大型庆典和阅兵活动之处 红场成不规则的长方形 地面全部由古老的条石铺成 红场的名称不是从环绕它的砖石颜色衍生而来 而是因为俄文字 Kosnaya一指的红的或美丽的 法国巴黎协和广场 协和广场位于巴黎市中心 塞拉河北岸 是法国最著名的广场 和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之一 在广场的四面八方 分别处立着八个代表 十九世纪法国最大的八个城市的雕像 西北是鲁昂布雷斯特 东北是里尔斯特纳斯堡 西南是布尔多兰特 东南是马赛里昂 协和广场是在十八世纪由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下令民建的 起初命名为路易十五广场 后来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改名为革命广场 后来又改名为协和广场 阿根廷五月广场 五月广场新建于1810年五月 位于阿根廷布尔洛斯艾利斯 是阿根廷独立运动的主要据点 广场周围分布着布尔洛斯艾利斯的历史性建筑 包括最古老的国家纪念碑 五月金字塔 就坐落于广场中心 1977年开始 由于许多孩子因阿根廷肮脏战争 遭受政府军迫害 他们的母亲们自发的在五月广场集会抗议 为人权正义与和平做出了巨大努力 五月广场也因此散发着更加厚重的历史气息 欢迎您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 不要忘了打开小铃铛 及时收到我们新视频的通知哦 感谢您的频道